这是一艘出海五个月的俄罗斯籍远洋渔船 船员正在钓起渔舱内巨大的金属龙 它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共捕获了85吨帝王蟹 而这种帝王蟹在当地的售价大约在每公斤9万以上 苏略计算的话这批货的价值有70亿 这里虽然是宇宙中心 但是不产这种大螃蟹 所以它们只能从国外进口 而这批帝王蟹来自白令海 地王蟹有110多种 而我们常见的有四种 上面两个从左到右分别是红色帝王蟹和蓝色帝王蟹 下面两个是棕色帝王蟹和花椒帝王蟹 帝王蟹的价格会根据大小和品种有较大差距 等到船员将蟹龙吊到岸上后 国务人们要按照品种分类这些帝王蟹 为了防止帝王蟹在运输过程中缺胳少腿 通常一箱纸装7到8只 就这样从早上8点分装到了9点多 68岁老金的叶窝已经湿透了 等到帝王蟹分装好后 吊车将箱子吊到了货车所在的位置 现在一刻都不能耽误 必须马上把帝王蟹转移到水槽内 这一车帝王蟹价值1.5亿 现在工人要将它们运到下一个地点 他关上箱门放下锁把 最后把单薄的海关塑料封条系在了锁眼上 车上的帝王蟹还没走完进口流程 就被司机送到了距离码头5分钟车程的保税区仓库 通过这个仓库流通到市场的帝王蟹每年有6000多吨 在帝王蟹到来之前 水池内 此时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1.8摄氏度 显然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2.5到3摄氏度 接着用吸管将水池内的水 滴在了检测浓度的折光仪上 为了给帝王蟹营造被捕之前的栖息环境 每个环节都要非常谨慎 否则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此时运输帝王蟹的货车来到了仓库 公园们仔细检查着每一只螃蟹 有的放在了地上 有的放在了筐里面 像这种蟹壳破损或者缺胳膊少腿的 就会在这个环节中被淘汰 据说那些被淘汰的会进行退货处理 等到筛选完成后 就要把帝王蟹放进水池里面了 大妈们的工作内容 就是将大小和品种不同的帝王蟹 放进不同的水池里面 原本失去活力的帝王蟹遇到水后 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这时摄影师拍到大妈拍打帝王蟹 原来大妈是在试探她 还有没有活着 虽然刚才筛选过一次 但是男女有漏网之线 大妈们熟练地挑选出 受伤的帝王蟹 就这样从早上10点开始不见断的工作 终于在晚上11点将85吨螃蟹 全部分类放进了水池 等到所有手续办好后 出库之前还有最后一项工作要完成 这里是韩国东海市的海关办公楼内部 工作人员扒开帝王蟹腿上的肉 然后若有所思地吃了起来 而对面的胖子吃着上等的帝王蟹 却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是一旁的工作人员将八好的蟹钱 递给了新来的小伙子 小伙子尝了一口后 象征性点了点头 然后把吃剩的蟹钱放到了一点 原来这是帝王蟹出库之前的品质检查缓解 晚上6点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批发商 帝王蟹出库之前必须先称一下重量 为了保证帝王蟹的品质 出库一般都在温度较低的夜间进行 在这批螃蟹到来之前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货了 所有的卖家都想抢到更多更好的货 仓库内的工人们也在紧张地装着帝王蟹 而现在的水温只有2.5摄氏度左右 今天晚上85吨帝王蟹 将全部出库发往全国各地 画面来到首尔市松坡区的一家料理店 小伙子从鱼缸内抓起一只帝王蟹 放进了蒸锅内 之所以把螃蟹倒过来放 是为了防止蟹肉中的汁水和蟹膏流失 蒸了20分钟后帝王蟹出锅了 清蒸可以最大程度保留蟹肉的原汁原味 味道也更加鲜美 这里当然少不了芝士香菊帝王蟹 黄油和芝士能弥补帝王蟹不足的脂肪 这应该是最完美的搭配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